大家好,路透社的报道,解放军渗透台湾总统府 20号,路透社最新的消息说,台湾的法院判决以及相关的媒体报道指出 过去10年,台湾至少有21名上位或阶级更高的县退役军官 因为替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定罪 至少9名县退役者仍在受审或接受调查 综合路透社以及台湾媒体的报道 北京甚至渗透保护总统蔡英文的为安 报道也以前特勤卫官李登辉前总统的随护孙汉芳 及其外省总统警卫官王文言为例 指两人因向中国情报机构泄露有关蔡英文为安的敏感资讯而被定罪 路透社查阅的法庭文件和媒体报道 两人还被指控泄露首位总统府和官邸的高级随护之姓名职务和公务电号号码 路透社的报道 以档案披露解放军渗透台湾军方 说北京涉嫌找来台湾军方的指挥官并诱使他们成为间谍的过程 路透社这个常文提及 史上最大的共谍案就是间谍案叫谢西章 称谢西章二十多年来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来台 并秘密的替中国招募间谍 谢西章成功的渗透到台湾军界 手法包括支付台湾军官及家人出国旅行费用 提供现金以及赠送军官妻子撕金和腰带等礼物 路透社的报道说 根据台湾高阶退役军官现役反情报人员 以及有在台经验的前美国军方和情报人员 近年台湾侦办的解放军渗透案件显示 中国提高破坏台湾军事和政治领导层的力度 侵蚀台湾战斗意志 窃取高科技武器机密以及深入了解国防规划 路透社也引述退休的军方高层的话说 供敌案的贫传导致台军袍则之间失去互信 也足以让盟友失去信心 路透社的报道还提到 一些台湾推移军官担心 供敌案贫传将是美国不愿分享 先进武器或敏感资情 深怕这些秘密泄露给北京当局 针对路透社有关中国在台湾 从事间谍活动的相关问题 中国国台办没有回应 陆委会表示 中国不断扩大间谍活动 是北京正在进行的恶意政治行动之一 破坏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渗透蔡英文身边随获 并获得蔡英文的活动 一些相关的机密信息 其实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 你说解放军本身目标是针对蔡英文 这太正常了 但是我想你路透社报道这些信息 台湾人是不是要想一想 除了解放军希望获得蔡英文身边的这些信息 美国军方是不是也想获得 解放军武统台湾实际上就是针对蔡英文 斩首蔡英文 获得蔡英文身边的信息 蔡英文的总统府 他这些随护的一些信息太正常不过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想问台湾人啊 美国有没有想获得蔡英文身边随乎的一些信息 美国有没有 如果美国有 你台湾媒体敢报道吗 我想问问你台湾人敢不敢报道 美国或许蔡英文身边随乎信息的这些消息 你敢吗 你敢想吗 我之前说过啊 就蔡英文身边这些随护 蔡英文身边这些保安 有多少是被美国人控制的 有多少不听蔡英文的 听AIT的 在台协会那个主任 说让蔡英文几点死 蔡英文就得几点死 这个事你台湾人自己得想 解放军当然了 斩首嘛 所以当然得获取你台湾这些消息了 但是你们现在要考虑的谁 是美国人 美国人也在获取你们蔡总统的这些消息 你们要怎么办呢 怎么对付美国 自己好好想想 美国是一定要控制住台湾的 美国对台湾这个控制 其实深入骨髓 刚才报道指 解放军报道中国 对台湾这些刺探 对台湾的这些间谍行为 实际美国呢 对台湾这种渗透 对台湾这些情资的掌握 那批解放军不知道 深入多少 我告诉大家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那个主管啊 想让蔡英文三更死 蔡英文活不到五更 非常恐怖的 就这帮美国的这些人 包括美国的这个FBI CIA 对蔡英文身边随护 早就已经渗透了 你在美国有没有家人呢 家人在美国干什么呢 那信息人都掌握 你不听美国人的话吗 控制蔡英文的生死 就能控制什么 就能控制两岸关系啊 什么时候让台湾发动 对大陆的进攻 什么时候让台湾变成什么炮灰 两岸什么打起来 美国控制那个按钮 我之前讲过 美国要成为两岸的主导 那我一定牢牢控制台湾 到时候命令你蔡英文 宣布台独 两岸开始发动战争 你蔡英文不听话 不听话 下一秒就干掉你 谁干掉你啊 就是蔡英文身边的随护 美国下令干掉蔡英文 你以为就解放军 想干掉蔡英文呢 哪衣服啊 哪衣服 他就不懂地缘政治 我看了太多啊 这国际上 这地缘政治 你以为就解放军 想干掉蔡英文呢 最想干掉蔡英文的是美国 演练多少遍了 把蔡英文抓起来 牢牢控制住蔡英文 不听话就干掉你 好好想想我今天讲的 解放军要干掉蔡英文 我觉得这都没什么 不是什么新鲜的 好好想想美国 美国怎么干掉蔡英文 我希望你自己也想一想 你的生命实际控制在美国的手里 不用你天天喊自由民主 你就真自由民主了 自由民主的美国 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控制你 怎么用最快时间干掉你 你不听话那天 就是干掉你的时候 大家以为台湾是自由的 台湾自由吗 台湾被牢牢控制在美国的手里 目的是什么 一张牌一个棋子 让你什么时候死 你就得什么时候死 台湾命运 台湾人决定 你能决定你的命运吗 你们连你们总统的命运都决定不了 蔡英文身边那点护卫 你看看哪一个跟美国没有关系 包括这个什么台湾情报机构的这些人 哪一个不受美国训练 中国渗透你台湾 渗透中华民国 美国渗透呢 美国不是渗透 美国是牢牢控制 好好想想我今天讲的 我之前讲过 台湾怎么能摆脱美国的控制呢 实际就是武统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牢牢的把台湾控制住了 那台湾的这个 你说回归跟大陆统一 美国绝对不答应 你说他独立呢 美国也不答应 所以台湾现在这个状况非常尴尬 台湾想独立 美国你看干掉阿扁 阿扁2000年的时候想独立 就干掉他了 到现在也是半孙不随 装着病 也不敢出来 所以美国就是在防着阿扁 防着台独 你想独立 美国人也不让你独立 想统一 更没信 所以台湾现在这个尴尬的状态 怎么解决 武统台湾呢 武统才能把台湾从这个尴尬的状态摆脱出来 你不要以为啊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独立啊 你现在这个状态实际被美国控制 被美国玩弄 像什么 就像一个 现在台湾这个王力宏吧 就像王力宏玩的那个小三 当不了正妻 每天就跟人玩小三 玩暧昧 你还想有一天王力宏把你扶正吗 怎么可能啊 那美国就是王力宏啊 每天控制这帮小三 时间管理啊 牢牢控制住你们 钱财 我的 玩一玩可以 想要拿到什么身份 没戏 没戏 你还想变成正妻啊 更没戏 你顶多当个小三 想独立 不行 想统一 不行 你台湾现在就是啊 被王力宏控制的这个第三者 好好想想你这个尴尬的啊 那王力宏什么时候让你死 你什么时候就得死 牢牢控制住你啊 你看我一提王力宏 你马上就清楚了 就这么尴尬状态 所以我说啊 你千万不要认为武统台湾 对台湾没有任何好处啊 武统台湾反而呢 把台湾从这种尴尬状态解救出来 你可以这么理解 武统台湾 就是王力宏老婆 突然向全世界喊出了 我要离婚 我要获得财产 向全世界喊出来 我要自由 所以我说啊 武统台湾呢 才能把台湾从这个尴尬的状态摆脱出来 你千万不要理解错了 武统台湾 武统台湾才对台湾最有好处的 你说你想读读不了 想统一统一不了 你现在不就像王力宏 控制他老婆一样 俩人貌合神离 是吧 尴尬这么活着 反而出了一个事 俩人说清楚 你看现在王力宏 其实我觉得睡觉也睡踏实的 他老婆睡觉也睡踏实的 俩人没什么藏着椰子 把东西摆到台面 反而这事就亮他呢 开了 后面事大家都知道了 武统台湾就是这个效果 一下把这个很多政界解掉了 所以我说武统台湾 也是在解救你台湾人 我为什么支持武统台湾 根本原因就我看到台湾是个尴尬 你说你想独立 你能独立吗 你问问民进党 为啥现在还不宣布独立啊 他能独立吗 给他机会让他独立 他都不敢 美国人不同意啊 美国人控制台湾 干不尴尬 当小三好吗 摆脱出来 这么一下一捅 一下是尴尬状态就摆脱了 你看我这么一解释 是不是都支持武统了 所以我说啊 武统啊不要理解错了 武统其实是在帮助台湾人 摆脱被美国控制 美国真爱你吗 自己好好看看那王立宏这个事 王立宏爱他老婆吗 嗯 真的啊 你看看美国爱不爱你 你看看王立宏就知道了 真爱你让你独立啊 对吧 真爱你让你独立啊 好好想我今天讲的 对吧 没什么啊 是说了 是 να与你独立啊 还是咬着你独立啊 那把你独立啊